我是誰? 這屆水球 話說絕景的單位都挺搞笑的 就是某間便利店就買一輛警車 大家所認知警車就裝警察 只不過這個便利店上面寫著是警犬運送車輛 本身也沒什麼問題 但下面的內文寫著 以1比76的比例製造的警察運送車合金模型 到底是送警察還是警犬呢? 這件事就有很多人討論 究竟是打錯什麼字 原來這輛車真的專門運送警犬 嘩,真是經一事錯一致 而也因為這件事,便利店就將這個產品下架 這麼玻璃心,打錯字而已 更正如不繼續賣,有什麼大不了? 一般市民如我都不知道原來有專門送警犬的運送車 一時之間打錯字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不過anyway 今天就是來分享一些很容易令人誤會的一些告示 例如這個也是這樣 左邊那道門寫著防火門應常關 右邊就寫防火門應常開 即是開定關 但它英文寫著fire door to be kept close 究竟他是忘記改英文 還是他欺負一些人不懂英文呢? 嘩,我好亂啊 這些低級錯誤,不應該犯的 以常識來推斷防火門應該是常關的 但為什麼會有個牌寫著防火門應常開呢? 告示牌不是一色一樣的嗎?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有個開字出現? 還是有人故意惡搞改的? 剛才那個就不知道他開定關 現在這個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關 營業時間7點至21點 下面就寫著7點至22點 兩個牌都沒有寫防星期幾 還是閒日公眾假期之類 就這樣寫營業時間 意味著夜日都是這個時間 到底是晚上9點生還是晚上10點生呢? 還是看老闆心情 龍門喜歡怎樣搬就怎樣搬呢? 牛肉卷? 含牛肉卷? 你是不是想說含牛肉? 不是,還是你真的是含牛肉卷? 牛卷裡面包著另一個牛肉卷? 就好像之前那個漢堡包 含漢堡包 這樣吧? 那他不應該就這樣叫牛肉卷 應該直接叫做牛肉卷 魚卷牛肉卷? 對啦 就好像 這個就叫做漢堡包包 漢堡包 就好像麥兜個 紙包雞包紙包雞的朋友一樣 然後把雞包紙 好像我這樣包著牛雞 那一味 包雞紙包 雞包紙包 雞 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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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都裝有 有就裝很大 不過不要緊 因為很快就有人陪你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另一個告示寫著 clothed till April 30 clothed 即是有穿衣 言下之意 是裡面的人 由5月1號開始 就不穿衣了 就有人陪你一起沒有穿衣 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430穿梭機 為什麼要叫做430穿梭機呢? 看來現在有答案了 這張收據的事由寫著什麼 學生損壞工物賠償 括弧電梯遺失 它這裡的電梯是指電梯 什麼? 弄不見電梯 那裡面的開電梯人有沒有事? 弄壞電梯已經厲害了 還要弄不見電梯 嘩 這個是超大的魔術 但是這個魔術失敗了 變不見了電梯 但是變不出來 這麼神經病 那到底要賠多少 不過真相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其實它是打入了一個卡字 就是電梯卡為室 是不見了一張卡 打漏了一個卡字差很遠 這裡是某間賣盆栽的店 上面就寫著這些是臭草 然後下面寫著什麼呢? 請勿除口罩聞香草 咦?那沒有說不可以除口罩聞臭草 那是不是可以除口罩聞 其實它就這樣說 請勿除口罩就可以了 之前有些店舖的名字叫做有朋小吃 但看起來就好像吃小朋友 那都是外面的店舖做的 正所謂什麼? 君子軟刨廚 雖然很殘忍很血腥的畫面 不敢面對 不想自己來 亦都不想見到人親眼在自己面前做 只不過吃的時候就很滋味了 但這個就不是了 這個是要你自己親手做 沒得軟刨廚 因為差那麼遠 真的想不通 嗯 看來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打這段說明的人 看來對小朋友真的有很大的售口 例如他心愛的模型被人搞 看來這個就是前轉 小朋友在袋裡 一打開就蒸得 看來他散了很多前置作業 這包雖然不知道是什麼 但段古應該是一打開就馬上吃的東西 可能是薯片的朋友 左下角寫著特惠家庭莊 本來也沒什麼 但右下角寫著正的含量是50克 50克的一包類似薯片的物體 是家庭莊 嘩 五餅二餘的朋友 50克可以吃飽一家人 還是因為他很難吃 所以全家都是吃兩口就不吃了 還有一排靜是不是 噢 不是 我知道 他是關心一些一個人的家庭 一人家庭都是家庭 所以就算50克也可以是家庭莊 嘩 看來有這張圖的路由農場都可以作標題 為什麼50克的薯片都叫做特惠家庭莊 背後的原因令人戀心 香港某間店舖就買了一些甜品和飲品 飲品那欄呢 有什麼可樂分達雪碧忌廉烏龍茶 黃老吉 紅福糖豆漿 礦泉水和紙巾 什麼東西這麼便宜呢 紙巾啊 3元一杯紙巾 嘩 正啊 操簽為豐富 不用怕去廁所加通濟室 哈哈 是不是這樣啊 抹布奶茶的朋友 一開始聽到抹布奶茶和紙巾 是不是打錯字 還是那麼重本啊 丟一塊毛巾下去 好像Joliby那樣 還有一茶發現台灣也很普遍叫抹布奶茶 就是抹茶加布丁 合起來就叫抹布 之前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貨 上錯貨架的 但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真的很過份 無懈活力無限 就算不看字 只看圖都知道 是給寵物吃的 應該是放寵物吃的 應該是放寵物吃的 保健食品 只不過貨架上放了什麼呢 他放朱古力 雖然狗不吃得朱古力 應該都是常識 但也不排除真的有人不知道 到底是上貨的人做的 還是客戶的惡作劇 大家都知道 這期有很多惡作劇 真的不是說玩的 要玩都玩過別的 那些狗無辜的 這家店如大家所見 賣的頭骨 左邊就寫著3.94 scout 右邊一樣價錢 不過就寫著 false scout 即是假的頭骨 嘩 是怎樣做到真和假 都是同一個價錢 重點不是價錢 重點是 即是左邊那些 是真的頭骨 是真的骷髏頭 不L是吧 不好意思 請問左邊那些骷髏頭 不是真的嗎 你千萬不要亂問這些 那麼蠢的問題 因為你問完之後 這家店就會再多一個骷髏頭 頭骨相見不相識 蕭蚊 黑蟲何處來 不要問啊 千萬不要問啊 好危險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令人誤會的告示 不知道大家看完覺得最喜歡哪樣呢 再不是大家看過什麼特別的告示 都可以留言分享又或者投稿 今次的影片在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這張照片就是我之前存放的 現在已經不需要再掃安心出行 但我看到這張照片裡面 分別一個指著是 安心出行視障人士專用 另一張就沒有 可能大家的重點會放了是 盲人可以看到QR Code 掃到嗎 不覺得盲人可以偷看國家機密 其實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 到底這兩張QR Code 有什麼不同呢 給大家找3秒時間 3 沒錯 是沒有東西不同 除了膠紙貼的位置不同之外 裡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它也沒有特點設計 專門給盲人摸到的 不是給視障人士專用安心出行 而是整個是指障的